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网上片是一部正向部沙冷气 以及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发展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志陆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来讲一下广州如何搞低空经济 5月他们已经出了一份文件 叫做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成为国内首个载人飞行商业化营运城市的目标 广州这几天就出了真金白银 提出了20条的措施 促进低空经济和关联产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布局低空经济是三个核心城市之一 广州主动出击 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 当然... 这个低空经济 其实是什么呢? 现在一讲,很多都是载人无人机 载人无人机就是没有机师的 其实不是无人,你载人进去就已经有人了 它是载人无机师的飞行器 那... 香港也说要搞的 香港的政客也说要搞的 其实国内这件事情说得很厉害 之前我也说过 你搞低空经济,其实要怎么做 那... 我认为这件事情又不是不行的 但是呢... 那个发展的速度呢... 现在是布局未来几十年的东西而已 你要知道,这些现实就是不会立即碰到的 现实就是... 其实... 广州呢... 之前呢... 会搞一个万亿级的自车之城 现在有政策和有钱扔下去的 现在就搞低空经济第一成 那... 现在你搞低空经济可以吗? 其实... 我认为... 广州是... 可以的 是有机会的 当然... 广州现在搞多一个经济引擎出来 其实... 都是正常的 但是你说在香港怎么搞? 其实在香港搞不了 除非在香港怎么搞呢? 你就将这个低空经济 变成一个金融概念 你在香港那里卖 那就有得搞了 问题就是... 香港要卖这些金融概念,你卖给什么人? 当然是卖给西人啦 现实就是... 就是这样的 你卖给西人这些东西,如果你卖得到 就有办法大搞的 但是现在... 香港的问题就是... 跟西人那些联系是越来越少的 那些人觉得... 要做生意都不来香港的 那你怎么搞呢? 有些事情... 就是基础要做得好才行 你基础的事情都做不好,你说什么都没用 现实就是... 赞先生就说 其实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会消灭中年人最后的退路 嗯... 是的 因为现在中年人的退路是什么呢? 就是开网约车 以及送外卖 以及送这个... 那些快递 就是送这些 那你说如果真的搞得到整个低空经济出来 会不会搞得到中年人的退路就没了 是会的 但是你没办法社会发展是这样的嘛 是不是?你要想一下这件事情 但是... 现在... 当然... 广州他一定要... 出动了 为什么会出动呢? 因为... 现在很麻烦,因为北上广深 其实呢... 其实现在广州是排在最后的 北上广深 虽然是... 我们叫北上广深 但是如果你要经济的食力呢 其实有些是深圳就超过广州的 广州不过有点优势就是它始终是省会的 我是看好广州的 那... 广州... 当然现在... 它有没有办法... 突破... 去做这个... 低空经济的领头 不是不行的... 是... 我认为是可以的 广东之前就开了一个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7月5日的时候开的 那么... 广州就再搞多一个市级大会出来的 其实很明显就是一定要搞的了 这个就是全国第一个高规格的 全空间无人体系建设大会 也是广东第一个地市级高规格的 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广州的颜头也是对的 我认为 那梁家闻就说跟直升级差不多 是是跟直升级差不多 但是他最优点就是少了一个机师嘛 因为机师是贵东西嘛 你想想国内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 做一些东西出来都是减了一些人工高的人的 是收了一些人工高的人的费 机师人工高,收了机师费 哈哈哈 那... 就是... CY 车就是低空又如何 稍后讲一下另外一个香港怎么办 其实... 广州就发布了 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弱干措施 现在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广州低空经济20条 他们的支持重心就是培育壮大企业主体的 那就会用真金白银 推动低空基建设施 低空 科技创新环境 以及低空多场景应用 其实 HAPPY WONDER就说是否安全 所有创新的东西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 就像自动驾驶汽车那样 就说有没有危险性 是一定有危险性的 有条视频最新近风传的就是 有人去试驾问界 试驾问界的售客就跟他说 你不要踩壁壁 有了一辆车就自己踩壁壁 结果就是撞了车 其实一定有点危险的 但是 现在 政策他们已经放在这里 就可以做释航审订和上天 其实 对于在广州市从事研发和生产制造 并开展释航审订的企业 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 有人或者无人驾驶 其实说无人就是无人驾驶的 不是说无人在里面 无人驾驶航空 弃型毫合格认证 TC 和生产许可 证PC 对最大起 重质量超过150公斤的大型 载人无人 驾驶航空器 市政府一次性财政之负 资助 1500万元 大型载物无人驾驶航空器 按刑号 市财政一次性资载 150万 那么政策有效期内 每间企业资载不超过1500万 总之你 搞得到载人 拿得到 合格证和生产许可 两样在中国民航局拿到 政府可以给你 1500万 其实是很厉害的 强性就说 广州真实的实力 低估真正广州 包括佛山、广佛同城 才是广州经济实体 其实 大家留意一下 一件事就是 广州不断吸收了周边的地方 卖到自己的地方 以前也不是广州的范围 现在也变成了广州范围 就是 好像花刀那样 以前那些人哪算是广州的 也不是广州的 那时候叫花园 现在变成花刀了 现在花刀还是大家都喜欢的区 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些人会叫花园人做花刀撩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是 广州的实力就是 现在吸收周边的地方 做自己的地方 这些是香港做不到的 Tony Chow 说 载人无人机 问题不在科技 问题在liability 跌下来压倒人 谁赔 这些是一定有风险的 这些是一定有风险的 其实深圳也有政策去支持这些东西 深圳和广州有竞争 其实还有珠海 因为珠海 你留意珠海一直都有过航展 每年都搞过航展 其实大湾区里面 搞低空经济 现在最强的 某程度上是广州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香港 因为没有了工业的底运 虽然香港是有人懂得搞工业的 但是香港是没有厂的 你没有厂的时候 你一笔销也不用做的 你变成不了规模 其实 丁丁就说广州的分界线越来越大 什么都变成了广州一部分 其实潘元也变成了广州一部分 大家都 以传统认知的广州 都已经变成了 虽然说这些航空器 又是富人玩具 大城市根本用不了 又发不过地铁 其实又不是 香港现在做了什么呢? 香港就是灌中巴士 他买了30架亿航的 载人无人机的 就是无人驾驶 不要说无人 再那个人就是人 那么 我认为香港的搞法会是怎么样呢? 就一定是挖定了一个空泳给他飞 挖死了一些航线给他飞 一定是这样的 就不是让他乱飞的 香港的管理办法一定是这样的 那这些可不可以做旅游 我认为可以 就是在大嶼山的话 飞去鹿湖征舍 看看鹿湖征舍的装修情况 去那里的贬点 去佛传址看看 哈哈哈 就是这些可以 就是我的看法 其实如果去修禅那些地方 在大嶼山修禅的佛庙那些 那些坐车也很久 那你有个低空无人机 这样飞过去就过瘾了 对不对?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但是广州其实是不够深圳来的 为什么呢? 其实深圳他们搞无人机 很多公司搞的 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连产值是去到960亿的 深圳搞无人机 你不要管什么是无人机 总之无人机 其实是同类型的东西而已 其实那个连产值就占了全国的七成 香港其实 你搞低空经济 其实你就要贴别人的 你贴深圳 深圳不会让你贴的 第一 你去买深圳的东西 他就会让你去买 而且你想办法 就是帮他卖股票 那 香港也是可能可以找到一口吃的 但是你说香港有没有 能力搞低空经济? 大婴山有的 其他地方其实没有的 大婴山在东涌都不行的 老实实说 东涌近机场的位置都不能搞的 就算搞得了 你都要划死了一个地方 让他去飞 划死他 辉人的命共同体 他就说 政棍什么都说 学内地要做 唯独申筹特权 就不跟内地 哈哈哈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是这样的 广州其实他们 也有几百家做低控经济的企业 你香港有多少? 其实香港 说真的你要去搞 你怎么搞呢? 如果香港最容易搞得到 就是帮广州 帮深圳那些企业 在外国那里 找些钱回来 但是这个功能 说真的 现在又是窄窄的 你现在是最核心 做开的东西 都做不到 特首又说要转型 那你转什么型呢? 说真的 其实你转型也要有一个方向 告诉别人 你怎么转型呢? 是不是? 你又没有说过方向 给别人听 是不是? 你现在说要搞低控经济 又没有 计划没有配套 什么春都没有 你其实自己也没有 那个工业的基础 那个现实 你那个工业基础也没有 那你就 老实实 你就是买了 其实 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是 Judy Kevary 太多高楼市 她很难搞 其实根本 都搞不了 老实实 我认为这些是搞不了 你用低控经济和旅游结合就可以了 如果在香港搞 但是香港旅游现在也很差 整件事根本现在 有太多问题 根本 你要处理也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就是 是 是 早早一点就说 首尔市内 就不可以玩无人机 当然了 首尔其实他也怕有 金将军那些飞过来的嘛 其实 有些城市就更加 危险的 其实你手尔地离开 朝鲜那边 一个中车程也不够 你自己想想 是挺近的 对吧 HAPPY WONDER就说 我没有听书 他每天都说国安 已经转型做先锋了 你只是做国安的人找到食 你不是整个城市找到食 你现在 七百多万人的城市 你要七百多万人都找到食 你只是搞国安的 十万人找到食 有用吗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搞国安有没有十万人 可能也有的 搞国家教育那些 找到食可能只有十万人 有没有十万人可以 养全香港 也不可能 对吧 对吧 France Black就说香港搞这些 太多法律挑战了 环保L、私隱问题 最后就像澳门直升机 走江珠澳 其实 我的看法就没什么用了 你现在 用不了 产业政策 去把产业引起来香港 因为香港的成本本身也很高 你只能够做的事就是 你怎样把这些概念推卖到外国 香港推出一些股票 就是一个引资的功能 但是 这个引资的功能 其实有没有很大的作用 现在也是有个问号的 其实就是 我说到这里就算了 如果有些网友看到广州 甚至是深圳那些 扔了很多资源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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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香港不搞 其实香港也很难 我的看法就是香港也很难 如果要搞低空经济 香港基本上能够设置的位置 其实都是跟金融 卖股票那些有关的 根本就不是 他们现在所说的 说要做无人机那些 最多就是买几部的机和旅游结合 搞这些无人驾驶的机 去做旅游业而已 其实就没有其他可以搞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好了,算了,休息一会儿 回来说说其他话题 预警一下,播一播金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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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